阿县腰侧有颗质,红色的,仙都不信可以去看看我说的是真是假,不用证实蓝湛都知道魏英腰上有质,因为魏英的每一寸肌肤他都看过,不过魏英和江城的话到底谁说的是真的,蓝湛一脚踢过去,江城瞬间倒地,嘴里的血腥气在蔓延,他知道这次真的惹怒仙都了,不过还是很痛快,薛扬, 把莲花物给我灭了,是,仙都,等等,让我再想想,蓝湛想起魏英讨厌他的神色,又记起兄长和君父的嘱咐,他不该再不管不顾地冲动行事了,如果他真的把莲花物灭了,魏英会不会更加不原谅他,毕竟莲花物是魏英从小长大的地方,听说江峰年对他不错,如果把人杀了,或许他和魏英真的走到头了, 虽然他可以照样强制性地把人禁锢在身边,可那样魏英又要发烧生病,他居然舍不得再看魏英受伤了,蓝湛回到云深不知处,去静视看了看魏英,这段时间他都只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去看, 他魏英看到他后又病情加重,现在他都变得畏首畏尾了,魏英正在午睡,房里很安静,趁着这个时候蓝湛轻轻地走进去,小心翼翼地盯着人看,魏英的睡颜看起来很乖巧,可能是这段时间心情放松下来了,之前在自己怀里的时候可是一直是皱着眉头的, 看来他真的很讨厌自己,魏英大概是做了什么梦,眼皮开始动起来,吓得蓝湛立马消失在房间,出门时刚好看到君父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,蓝湛顿时有些窘迫, 阿湛,你上心了是吗?没有,你能骗你自己,可骗不了我,你那么费尽心思把人留在身边,不就是因为喜欢吗?那父亲呢? 父亲把你困在这云深也是因为喜欢你,可你不也是一辈子都没原谅他吗?喜欢是什么? 蓝湛从来没有深究,从小到现在他都不理解父亲为何要把君父禁锢在云深? 现在他和他父亲清衡君一样走进了一个名为爱的死胡同,他们一样的强势霸道,对看上的东西都抱着必须得到手的恶劣本质,他父亲当年为了和君父在一起,不惜打伤族中反对的长老也要把人留在身边,那段时间的云深可以说是水深火热,最后被囚禁的秋明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孩子,也换不来族人的认可, 清衡君后来是怎么做的?杀了老仙都才保下秋明和两个孩子,到底还是为了爱人而被上罪孽,最后在寒潭洞忏悔,所以爱到底是什么?能让人如此偏激? 蓝湛不想走父亲的老路,所以他不谈情不说爱,认为这样就能随时抽身,可面对魏英,一切定数都改变了,所以他这是爱上魏英了吗? 作为一个领导者,蓝湛的成就无人敢诟病,他是历届上任先都中年纪最轻的,能力最大的,短短几年就让原本纷乱的世间一派祥和。 可他能力再大手段再强,却不知道该如何爱一个人,把爱情当作一件事去处理,没有真正投入感情进去,只是一味地按自己的心意去做。 到头来伤人伤己,想想他已经一个月没有见魏英了,他不敢去,怕魏英见到他又开始害怕,这段时间,他一直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爱魏英,是不是只是一时兴趣,然后又慢慢学习该怎么去爱才不会让对方受伤,可他脑袋里好像始终缺一根弦一样,一根名为爱的弦,好像他天生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爱,该怎么和人亲密相处。 这大概是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短板,魏英依旧住在静视,以前仙都对他的所作所为就好像一场梦一样,那么的不真实,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仙都了,如果不是偶尔想起来他真以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,他的身体已经全部好起来,秋明照样每天都来陪他解闷,但魏英不理解现在是什么情况,也许仙都已经腻了他, 可又不放自己走,秋明又来送吃的,魏英欢喜地接过去,两人依旧说着一些琐事,秋叔叔,仙都他,会不会放我离开,秋明沉思了一会,他没有告诉魏英蓝湛曾经偷偷地来看他,依自己对蓝湛的了解,他大概是上心了,只是自己意识不到, 不过至于要放魏英离开,那大概是不可能的,他和他父亲一样,认定的东西绝没有放手的可能,不然自己又怎会困在这里二十多年也得不到解脱,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该怎么安慰这个和自己一样命运的人, 线线,你现在还害怕蓝湛吗?怕,那如果他改了呢?他不会再逼迫你,好好的对你,魏英想象不出先多好好对他的样子,蓝湛的表情一直都很深,像一个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黑洞,想想就让人毛骨悚然,打心底里觉得那是个可怕的人, 看着魏英白了,脸色秋明立即止住话题,好了,不要想太多,现在你和云梦也没关系了,出去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,不如先在这里陪我吧,至于你想出去,我再去探探蓝湛的口风,嗯,蓝湛头一次当了缩头乌龟,明明很想看魏英却只能憋着,秋明一看到蓝湛就来气,阿湛,你到底要把魏英, 怎么样,你这么逃避不是办法,实在不行把人放了吧,还他自由,也许这样他没那么恨你,不放,对于油盐不尽的儿子,有时秋明也很无奈,那你到底什么意思,一边亮着一边又把人禁锢起来,我实在想不通,毕竟你也不承认自己爱他,那魏英留下的意义是什么,你把他当完物吗,想要就去宠幸一下,不想要, 就放着不管,曾经这就是蓝湛的想法,但他没想到自己的占有欲这么强,无论如何他都不想放魏英离开,一想到魏英离开就再也见不到,心里就很闷很疼,君父,我不知道我对魏英是不是爱,但我真的不想让他离开,死鸭子嘴硬,你就是喜欢 人家又不敢承认而已,管理家族你是把好手,可情商怎么一点都没有,秋明气得不行,他完全拿蓝湛没办法,只好找人撒气,寒潭洞常年结冰,每次秋明一进来,就感觉周身都被寒气包裹着,蓝泽看着进来的人,原本紧皱的眉头一下舒展开来,握住秋明的手,把自己的灵力度过去, 这样秋明就感觉不到冷了,清衡君,你能不能管管你的好儿子,是哪个儿子惹你生气了,蓝湛,他跟你一样都是混蛋,蓝泽嘴角微微上扬,秋明看着这张脸,不得不说蓝家的基因都很强大,每个子似都是人中龙凤,想当年拜倒在蓝泽这张脸下的人不在其数,可偏偏他是个偏执的人,儿子也继承了他的这一点, 他怎么了,跟你当初对我一样,如出一辙,只是可怜了那个少年,照样逃不脱,秋明,你还在恨我,对,我恨你一辈子,蓝泽没有说话,只是把人搂进怀里,贪婪地呼吸着爱人的气息,他蓝泽以前天不怕的不怕,什么荒唐事都做了,唯独放不下心中挚爱,甘愿在这赎罪,好让秋明心中能舒畅一点, 但放人走是绝不可能的,想必蓝泽也是和他同样的想法,他们相传一脉,改不了了,这是刻在基因里的偏执,好好对待那孩子吧,蓝泽不会放人走的。 哼,你们倒是心意相通,做的都不是人做的事,好了,难得来看我一次,不要再提别人了,我会吃醋的,结果得到秋明一记,锤打,亲儿子的醋也吃,蓝泽握住秋明的手,放在唇边亲吻着,像个虔诚的信徒在亲吻他的信仰,秋明也很固执 这么多年过去了,孩子都大了,他还没有原谅蓝泽,可只有他知道,其实他早就松动了,只是不想让蓝泽开心罢了,又过了两月,今天秋明带着卫英去了宣誓,一进屋就听到了婴孩的哭啼声,卫英疑惑不解,直到看着墙堡里的孩子,秋叔叔, 这时,我孙子,怎么样,好看吧,好看,好可爱啊,要不要抱抱,我,我不敢,没关系的,卫英声色地抱着小宝宝,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,逗笑了秋明,你看,你一抱他就不哭了,卫英低头看着宝宝,宝宝眼角挂着眼泪也在看他,四目相对,卫英心里暖暖的,要是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就好了, 卫英被自己心里的想法吓一跳,立马收住,晚间蓝湛也来了,时隔这么久再见,卫英逃避了对方看过来的眼神,蓝湛也不恼,过去跟兄长和兄嫂道喜,并送上礼物,是一块上成的玉,今天是宝宝满月,蓝家没有大半,只是一家人吃吃饭,卫英本来想走的,毕竟她不是蓝家人, 但蓝溪沉浮浮浮热情的款待她也不好拒绝,就留下了,蓝湛就坐在她旁边,还破天荒地给她布菜,眉眼间的力气也都化为乌有,动作举止都变了,卫英感到不可思议,吓得她连饭都吃不好,饭桌上的人都是人精,虽然低头吃着菜,但眼神时不时地从二人身上飘过,卫英不自在极了, 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是怎么回事,吃完饭,蓝湛把人送回静市,全程没有半分余悦,卫英一路走得胆战心惊,就怕仙都一个心血来潮,把她随意找个地方办了,还好最后顺利到达静市,现现,刚才是不是没吃饱,啊,吃饱了, 嗯,去休息吧,看着仙都离开,卫英营绕在心里的疑问逐渐放大,仙都被夺赦吗,刚才的语气怎么有点温柔,一想到温柔这个词被安在仙都身上,卫英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,可一个人的性子真的会转变那么快吗,还是说这又是她的什么把戏,卫英这几日过得胆战心惊,自上次见面后仙都就每日都来进食, 原本好不容易长起来的一点肉又迅速掉下去,秋明简直痛心疾首,她好不容易才把卫英养胖一点,现在好了,一朝回到解放前,卫英虽然被囚于云身,但这几个月享受到了秋叔叔的善意,并不想再和仙都有过多的牵扯,怕再回到从前的日子,所以尽可能地躲仙都,可她忘了这本就是仙都的地盘, 她能躲到哪儿,再又一次被仙都从柜子里找出来后心灰意冷,索性破罐子破摔,躺到床上闭眼睡觉,蓝湛无奈地走过去,手刚碰到卫英肩膀就被她躲过去,献献,不要再躲我了,好吗? 回答她的依旧是沉默,蓝湛完全不会追人,耐心又极差,在努力忍了又忍的情况下给卫英盖好被子,好好休息,我晚上再来,房间恢复安静,卫英爬起来往窗外看,确定仙都真的走了才放松下来, 对于仙都她是打心底里,恐惧和厌恶,只要一看到她就想起当初对自己做的事,虽然过去了,但依然影响她的生活,那种被别人赤裸裸的窥探,仿佛在她的身上定上了耻辱的标签,她真的接受不了有这种怪癖的人,所以,仙都现在突然对她的好态度只会让她更加惶恐, 卫英跑去找秋明,把仙都的改变跟她说了,并表示自己不知该怎么办,秋明也不知道该怎么宽慰,对于蓝湛的所作所为,她感到悲哀,但那毕竟是她的儿子,而且连自己都逃不过清衡军的制约,何况是卫英,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卫英,也许你这辈子都逃不出云深,这太残忍,有时秋明觉得自己也是帮凶, 虽然她尽可能地照顾卫英,却不能帮她离开,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走自己的老路,无能为力,秋明突然伤感起来,卫英看到秋叔叔突然流眼泪,心里慌了,秋叔叔,怎么了,是不是线线惹你不开心了? 没有,我只是心疼你,秋叔叔,对不起,我不该来找你诉苦的,线线,是我该说对不起,我替蓝湛向你道歉,不用,做错事的是她不是你,我不会混淆的,虽然你们是父子,但我喜欢秋叔叔 愿者们,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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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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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 受乱要输家